春天的花是多麼的香 秋天的月是多麼的亮 現在的我是多麼的快樂 這麼快樂的我 是個老奶奶的 穿著高跟鞋 搖啊搖 很多人都說 林志玲走路的樣子 像我 小時候媽媽幫我算命 說我是天上的仙女來投胎的 長大了會美麗的像一隻鳳凰 本來我爸爸想幫我取名字叫陳鳳凰 但是媽媽擔心這樣太美了 封嚴薄命 希望我 只要有鳳凰的一根美毛 這樣就夠了 因為 陳鳳毛不好聽 所以就幫我取名字叫陳鳳美 年輕的時候 我果然欠嬌白妹 沒了沒有辦法 我們整個村莊的男人 都喜歡看我 看我這樣子 笑嘻嘻的走過村莊 媽媽太擔心了 我這樣漂亮怎麼辦 他總是再三的叮嚀我 鳳毛 鳳美啊 很多男人的地方 你千萬不要去喔 男人會把你套牢喔 我很聽媽媽的話 我都不去很多男人的地方 我只和一個男人去都沒有人的地方 只和我的江松哥哥去都沒有人的海邊散步 我們坐著迷失了方向 他忙叔叔啦 他就向我求婚 我就想到媽媽的話 千萬不可以被男人犒勞 於是 我很聽媽媽的話 都不去那個地方啦 所以呢 江松忙叔叔 所以後來就向我求婚 啊 千萬不可以被男人套牢 所以我就很哭啦 哭得很大聲 江松 江松 我爸爸去賭博 他輸了很多錢 又錢六合仔 你說你很愛我 你一定要幫忙喔 唉 他聽啦 嚇跑啦 跑到八千里路去啦 不見人啦 唉 想當呢 我年輕的時候 我有很多的男朋友 可是一個都一個都被我嚇跑了 全部都跑到八千里路了 連江峰 他也在那裡 他不敢回來了 現在 現在 像現在 像現在 我正需要男人的時候 卻一個也沒有 能守城 各個守城 看到我轉身就跑了 奇怪 為什麼不理我啊 啊 原來他太太在那裡 他又聽說 我多了老人痴呆症 是有一次我跟海鮮在我家客廳 沙發上喝咖啡啊 那我的手機就響了 我就去接手機 去拿了咖啡杯 往我的耳朵這樣子貼 我一圍就這樣倒下去 噢 燙得我哀哀叫 那個時候海鮮知道了 我癡呆了 叫我要吃藥 可是 我沒有啊 我沒有癡呆啊 我還參加演講比賽啊 我每天都到公園去背演講 背演講稿 有一天 我在公園的椅子上 背演講稿 這樣坐著 我這樣子背 一對夫妻遠遠的看了我很久 後來忍不住的靠近了我 老奶奶 你的家住在哪裡 我帶你回家 我說不要 謝謝 我是演講會的人 我在背稿子 你請坐 我背給你聽 我一口氣的把它背完了 他們覺得好厲害喔 原來演講會的人 都是這麼優秀 結果 不是他帶我回家 是我把他們帶到演講會來啦 我好高興喔 第二天我就去爬山 看到山腳下有一部車子在那裡 我就走過去 對著亮晶晶的車窗 我就開始被搞出來 半鬼人 忽然車窗也要下來了 然後奶奶 好了嗎 我等你很久了 我可以開車了喔 好好好 你看 奶奶 你很可愛啊 對啊 我很可愛 我不但可愛 我還有一顆年輕美麗的心 我參加國際演講會 演講會給我無限的智慧 你看 我現在站在演講會的舞台上 上花是那智慧的美麗 美得像一隻 會上枝頭的鳳凰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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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花是豆媽的香 秋天的月是豆媽的涼 現在的我 是豆媽的快樂 停 停 停 我接個電話 喂 喂 啊 啊 我該去吃藥了 只吃點我去吃藥了